美國國會負責削減債務的特別委員會將會宣佈 未能達成削減1.2萬億美元聯邦赤字的協議 他的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 他涉嫌策劃襲擊從伊拉克和阿富汗返回的軍人 洛杉磯公路的隧道水浸導致交通嚴重濟塞 紐華達州發生森林野火嚴重損毀雷落地區 碧涵帶領洛杉磯銀河隊以1-0擊敗休斯頓大藍武隊 奪得美國職業大聯盟總決賽的冠軍